我這個機會上來報告 那我們的總部門今天有點事情 由我德瑞達的行銷經理林佳瑩 大家可以叫我Vicky就可以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硬庫網 OK 事實上在德瑞達這個公司裡面 我們有三個事業部 第一個事業部是醫療事業部 那第二個就是重體階級 我們會販售3D Printer的機台 那這個是我們現代性 呈現給大家的一個新的試驗體 那它叫做硬庫網 OK 那我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多人對於這個概念來說 它比較陌生 我們首先來談一下硬庫網是什麼 對我來講 硬庫網其實是一個述說夢想的平台 我們並且把它實踐在生活上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運用它 那你可以把它的 你可以把你的作品上傳上去 你也可以把它帶回家 那並且可以轉換成實際上的收入 那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呢 讓我們來告訴大家 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那其實大家知道3D Printer的機台 在低階到高階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層次 那當我們在做硬庫網這個時候 發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買得起高階的機台 完成可以售出的產品 所以對於硬庫網來說 我們會用德國進口的EOS系統 拿做雷射粉末消解的動作 然後把產品產生出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計畫是 就是在今年的10月 我們會搬到頂埔工業園區 在鴻海的柔子各地 那我們會在那個地方製作 第一個是英國網的產品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關於 醫療使用的相關商品 那在這個地方 到時候建構完成的時候 也歡迎大家來參觀一下 那影片的第二段 會主要跟大家敘述一下 有關於製造者、設計師 還有我們英國網主要的理念是什麼 OK,它好像聲音沒有上來 好,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就是EOS 那其實EOS它現在在路上 我們到時候會把它 好,我們要同步進行比較多 因為我們只有12分鐘 那就是那個同步播放好了 然後由我直接來跟大家敘述 所以我們... 在這裡等我開始 我們沒有什麼新造型的調整 我們在這製造工與旋端化會 是 класс磨造型的製造工 我們為了在這製造工 所以可以用來自製造工 請問3D錶機跟傳統的製造技術有什麼不一樣 那它一點在哪裡呢 就傳統人來說 因為傳統製造技術有很多大武的主要種 有CNC跟社群 那一般大家都要解CNC CNC所謂的就是所謂的 剪髮指導 保育藥的剪髮要留下來 這種的技術 它的威力確認在說 比如說你用短過的地方來就全部出來 那這是大武的威力確認 那再來就是設置物件 設置物件的做法也是一樣 只要設置物件的造型上有導頭或是有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可能在設置物件就是沒有辦法脫模成型 所以說這兩個技術上面的差 多普通的設計 你可以用比較反覆的造型 只要你在電腦上畫得出來的話 基本上在這種加工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Baker 你想要這樣做的動力是什麼 因為我從小就是我從幼稚園的時候 就開始從鋼鋼鋼 participating 一開始都是從最基本的組裝 然後一直到比如說揮桌棉 可以某種程度上色,讓我感照 然後到現在就是 你應該專業感照 但是後來 隨著年紀成長發現 靜態的模型一定會把它感觸過 於是就開始想說 能不能就是 把它擠著墊一墊 或是把它打,讓我 模型變得也可以動的機器 所以你剛才是從靜態的 像多些小朋友在接觸 這些像樂高機器人的同時 他們可以對這方面 就是這方面的領域產生興趣 然後說啊,這個東西都要 培養他們的空間概念 然後它在組的時候 有時候在樂高最重要就是 在組裝的過程中 就比如說像空間感啊 然後還有就是邏輯 都會特別的 就是特別的需要 他們去轉組這個方面 或是機械手臂啊 或是恐龍車子之類的 那他們在做他們自己的東西 然後發現說自己的東西可以動的時候 他們獲得成就感是最大的 然後也希望說他們就在這樣 玩的過程中可以就是說 希望他們以後也可以 就是這樣 他們想要再更做更進一步的 就是 所以這樣東西應該是 首先要先對它抱有興趣 有興趣的話就是 學任何東西都會比較積極 就是能夠比平常人 套路更多的熱情跟時間 這樣子 就是獲得的效果也比較大 我想請問一下邱總經理 為什麼你想要創造 英庫網這個平台呢 好的,英庫網這個名詞 顧名思義就是把最酷的點子印出來 那英庫網呢 我們是希望你來邀請全天下的Maker 設計師跟工程師 發揮各自的專長跟特色 把你的點子印出來 透過什麼印? 透過3D印技術印 因此呢 如果你不會3D的朋友們 你可以到英庫網去免費學習到3D的軟體 你可以到英庫網去下載有趣的SDR的作品 那不會更多的朋友們 你可以到我們的網站去瞭解 類似像APC跟Arduino的設計 那各位可以看看 我們這多年來呢 已經創作了許多很有趣的作品 比方說天天桌燈、融火燈、糖炒燈 除了此為 我們都希望更多的朋友們 能來這個英庫網 列印出各位絕佳的創意 各位Maker 各位設計師 各位工程師 別猶豫 趕快將我們的行列 謝謝 好 那影片結束了 相信大家這一支店 會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要談的是說 大家為什麼需要英庫網 然後英庫網可以帶給大家 什麼特別的概念 那第一個我們做的事情是 當你有一個創意的時候 我們會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我有一個想法 那麼我就動手去設計它 當我上傳到英庫網的時候 英庫網會有一個程式 幫助你決定它的價位 以及它的價錢 對不起 它的成本以及它的價錢 那這個價錢 計算出來會是 對我們這邊製造 對英庫網有利的 也是對Maker有利的 那麼它這個合理的價錢 我們會分帳到大家的手上 那這個過程當中 在傳統的過程 它們是比較久的 而且Make & Coffee 需要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那英庫網的概念是 一二三四 我只要你五分鐘 從你建置你的帳號到 你可以上去這個平台販賣你的商品 我只需要它五分鐘的時間 OK 所以今天我剛剛的概念來說 你們一定會告訴我 大家去畫3D非常的辛苦 而且並不是非常的普及 那麼我們需要有一個資源共產的概念 把大家的創意並share出去 所以它跟有些設計界的 他們比較保守 希望說概念不要傳達出去的方式 是反過來的 當我把資源共產出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更大的事情 OK 那接下來的概念就是暢除的概念 因為當我們想要製造出 傳統開模的商品的時候 也許我需要去找一個工廠 但工廠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生產一個三千個 或兩萬個 我沒有辦法幫你cost down 那目前的狀況來說 我們會希望當你上船之後 我們幫你審慎評估出來你的售價 馬上的你就可以審去 當接到訂單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製造 製造出來之後 你並沒有所謂的庫存空間 你也沒有庫存的壓力 並且你可以減少部分的人士成本 來做到cost down的目的 那關於買家的部分呢 其實 Dereda 對不起 英庫王這邊會幫助大家 去做行銷的動作 那行銷的動作 我們會遍布於世界各地 主要的 吸引的客戶 我們會希望是 不想要撞山的人 因為你知道撞山 對於大家的時候 都是很困擾的事 不管你的手機調室 或者是手機殼 各式各樣的商品 我們希望能夠 用客製化的下單服務 能夠找到自己 個性化的商品 並且散播到全世界去 那首先我們來談一下 具體的平台服務 會有哪些東西 OK 所以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 我們是B2C的市場 我們會直接以 Maker跟Designer為服務對象 那我們提供你線上 3D列印的服務 並且有免費的資源共享 那這邊客製化的代工 必須要稍微解釋一下 它的意思是說 當你的產品產生出來之後 你也許會需要上色 也許會需要包裝 也許會需要一些電子組件的組合 那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寫助你到最後 我們是直接幫你達成商品 可以送出去的狀態 那如果你需要一個 逆向工程減低你的門檻 我們會代理 我們有販售比較低階的機台 還是人員買得起的部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櫻庫網的首頁 櫻庫網的首頁 目前來說 我們分為三個部分 除了Maker 我們的對象就是Buyer 然後另外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低階機台的販售 那首先我們會讓 有一個3D小戶來販賣我們的商品 那你會看到 它會藉由這些分類 找到它想要的東西 那Maker的資源有哪些呢 Maker的資源有剛剛我們說的 我們會有免費 線上3D軟體的連結提供 並且我們有很多很多上千個 STL免費下載 讓大家任意的去主張出來 自己想要的商品 那我們也提供非常多的 後置表面加工的服務 還有多種材質可以選擇 那麼在低階機台的部分 這邊跟大家談一談 所謂的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個想 從頭去設計也許太辛苦了 那麼也許你希望有一個 基本的樣子 例如是一瓶水 或是一個可樂 那我們想要把它做成手機調式 也許需要放大 或者是再加其他的東西 那麼你可以利用我們的3D scanner 以及3D printer 是人人買得起的部分 來先做一個小小的樣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艾力作品 其實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3D做出來的作品有哪些差異 那我就簡單談一談 例如說有一些鏤空的設計 對 那在作品上面其實 傳統必須要藉由一些老師傅 慢慢的去雕刻 那麼它的成本就很難 第一個它很難快速的生產 那第二個就是 老師傅慢慢的也沒有那麼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創意到製造出來 它的時間不用像傳統一樣 它也許要半年雕刻 或者是一年雕刻 這些都是桌燈啊 好 那也是我們EOS可以做到的商品 那這些我們可以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結合不同的創意 能夠做出來商品 在我們的平台販售 首先你可以看到中國節的部分 那這個創作老師 他是利用我們列印出來的硬體 結合中國節 然後變成一個商品 可以直接在我們的櫻庫網發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是 它是結合一些 就是本來可以讓機器人動的方式 又利用3D Printer 列印出來的方法 然後把作品才能呈現出來 那大家看到這個機器人很酷喔 因為其實它每個卡榫都是相連的 所以你要對它做任何的改變 其實它都是可以動一動 然後每個關節都可以動 那所以其實我們也會鼓勵大家 大家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都會想 這個東西到底跟我的工作有什麼相連 那我其實鼓勵大家 你們也可以成為Maker 在你的打卡下班之後 所以誰是下一位自創者 我希望大家都是 那公司這邊會不斷的舉辦 3D的創意競賽 以及公仔體驗營 各式各樣的課程 我們鼓勵成年人 以及青少年 甚至是 已經在上班的各位 好好變成一個Maker 然後趕快到我們的攤位 如果 因為我們時間到了 如果我說明的不是這麼清楚 也歡迎大家到我們的攤位 讓我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概念 OK 謝謝 好的 謝謝音符王 製造者社群的軟體整合 將會讓Maker 對